太离谱了吧 辣妈之间互换儿子谈恋爱 还好凯莉完成双杀 刚我认识没几天就已经突双空枕了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爵 我又来讲分关乍链的母子恋动 辣妈庄园了 上期我们说到凯莉和宝拉因为互相看不顺眼 打吵了一架 第二天就是儿子们交换老妈的浪漫约会 凯莉还想继续跟宝拉的儿子约瑟发展 于是她让芬姐教她说了西语的对不起 然后跑去和宝拉道歉 只可惜 妈宝还是跟海王 妈妈不让她和凯莉继续 她就只想考虑其他人了 今天能够选人约会的分别是 季姐的儿子小朋克 黑长直的儿子小黑 以及凯莉的儿子乔姨 小朋克选了分姐 小黑选了宝拉 乔姨选了季姐 乔姨才20岁 简直就是美国小甜心 季姐别提有多喜欢了 她完全不在乎自己儿子的约会 今晚只需要她自己玩的开心就行 节目的拍摄地是在墨西哥 他们也找了个墨西哥饭店吃晚餐 这家店里的墨西哥菜 那也叫一个正宗 甚至还给他们每桌都上了一盘 炸蟋蟀 各位嘉宾看到炸虫子 都有点内心崩溃 但是现在可是在约会啊 他们不能怂 小朋克装模作样的吃了一个 然后立马就恶心吐了 我真的是有点怀疑 小朋克的精神状态 他一边说话 竟然一边去抓分姐的脚 整个约会时的状态 也是很火星火速的感觉 不过好在分姐对此并不讨厌 反而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小朋克这一晚上可是忙坏了 不光要关注自己的约会 还要时时刻刻投看自己妈妈约会 看见季姐和乔姨聊得正欢 还故意出言打断 这样搞得季姐都有点烦他了 我和小仙女玩得正嗨呢 你管好你自己 这一闹乔姨的生负欲也起来了 你不想让我泡你妈妈是吧 等着吧 我都有一天会变成你爸爸 然后小朋克又故意朝他们那边扔蟋蟀 闹得整个餐厅里都鸡血慕宁的 年纪已经到了30岁的小黑 看着他们俩真是非常乌语 弟弟们啊 要不要这么幼稚啊 你们俩吵归吵 别打扰我把妹啊 于是他就单独把宝拉给带走了 小黑的目的很明确 我想碰你 你什么想法 宝拉很委婉的说 自己暂时没这个想法 只想跟自己儿子待在一起 小黑这就明白了 我俩不在一个电播频道里 我是来约会的 你别天天惦记你的宝贝儿子了 我追不到你 还追不到别人嘛 于是第二天 小黑就把目标转移到了芬姐那里 芬姐在妈妈里算是年纪比较小的 他跟小黑相差16岁 现在看起来竟然也算不上差了很多 他们俩一聊就堆上了脑电波 聊得那叫一个投缘啊 小朋克看着他们俩走得近 那当然生气了 这是我先看上的 你又来想什么 约瑟自从跟凯莉约会见完之后 就一直躲着他 凯莉又怎么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那他当然要找夏家了 比如芬姐的儿子比利 比利原本不是凯莉会喜欢的类型 他现在也只是想撩着玩玩 而且比利的撩妹技术还奇差无比 他们俩的约会就只剩下尴尬了 不过尴尬归尴尬 该亲的嘴还是一样没少 亲完凯莉还在继续调戏比利 看看篮子里的这东西认识吗 这是在沙滩上办事用的小雨一样 比利现在突然开窍了 他反驳说 这里还真没有适合我尺寸的小雨夜 凯莉一听就笑了 这完全是加分项啊 他突然就对比利感兴趣了 他把比利泡到手之后 还跑去跟芬姐炫耀 你儿子刚才就是这样那样 跟我开黄枪的哦 芬姐听着都快尴尬死了 这种事情就不必告诉我了吧 然后节目组又让他们母子之间 搞了个超尴尬的舞蹈比赛 以前是多姻五男的哈里森 属实是专业对口了 各位辣妈都看得热血沸腾 观众心的鸡脚永远不会停下 夏琳和哈里森靠着劲歌蜡 获得了第一 母子都能自由选人 去拉丁舞俱乐部约会 夏琳选了约瑟 哈里森选了芬姐 小鹏可现在已经彻底酸透了 明明是我队线来的 你们怎么都来跟我抢 哈里森的性格真的很迷惑 她主动找了芬姐来约会 跳完舞仔细一聊 她竟然满嘴都是韩姐 芬姐的脸突然就臭了 忍不住问她 所以你最喜欢谁 哈里森竟然说是宝拉 芬姐都崩溃了 那你叫我来干啥的呀 累去都被你踩爆了呀 夏琳大概是所有妈妈里 最像长辈最严肃的那一位 她跟月色聊天 就像是在叫鱼子家小孩 我完全感受不到激情的小火花 等到芬姐回来 掉进醋毯子里的小朋克 立马就凑上去了 小黑又在一旁 看她不爽了 毕竟他们现在也是情敌呀 他们俩为了抢芬姐 那是各自交接 晚上小朋克给芬姐 多说了几句话 第二天 小黑就要拉着芬姐 去单独玩福钱 两个人在水里 有的成双成对 于是一个情不自禁 就这么亲上了 然后小黑干脆是把芬姐公主抱上来 你小子确实是挺会的嘛 不愧是一晚上 能睡七个女朋友的猛男 这一下亲完 芬姐意识到了 自己更喜欢小黑 还解释说 自己只是把小朋克当朋友 两人喂了之后 还有更多的约会干杯 小黑反正是一惊陷入哀合了 到了晚上 芬迪派对的时候 小黑也是抱着芬姐不肯扎手 小朋克看着又摇气风了 他怎么可能坐一带闭呢 抢人大战 继续打响 小朋克拉着芬姐一起跳舞 小黑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芬姐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怎么还不跟小朋克划清界限的 之后 节目组又让他们跟之前 没什么聊过的人来个五分钟素聊 然后再根据心动程度打分 小朋克跟夏琳聊天的氛围 还是想开家长会 夏琳本身的性格很强势 但又想放下身段 结果一下用力过猛 小朋克还是被尬住了 金米这次选的是芬姐 理由非常简单 她就是喜欢芬姐脚上的镯子 现在她也不装了 她就是毒控 就是喜欢脚 约瑟聊的人是韩姐 正好韩姐对她也挺有兴趣 两个人聊上之后 韩姐那叫一个激动 后彩师更是对着镜头大喊 我好爱她 一通聊完之后 节目组才告诉他们 受欢迎程度最低的母子 必须退出录制 这个淘汰环节 真是来得猝不及防 排名最高的母子 竟然是宝拉和约瑟 看来他们母子 确实很受欢迎 而排名最低的母子就是 艾波和他儿子瑞奇 前几期节目里 他们俩的镜头 可以说是基本没有 毫无存在感 又不会搞事的嘉宾 注定成为炮灰 可惜了 他们带了那么多一副和鞋 现在都没机会穿了呀 约瑟一看着场面 突然就意识到 他要是再不找个CP 那也很可能被淘汰 在这个节目里 就是要有感情线 才能被留下来 所以他又跑去 找了黑长直约会 接触的越多 他的选择就越多嘛 我看他就是立志 把每个妈妈全撩一遍 而对于宝拉来说 他最认可的儿媳妇 就是黑长直 因为黑长直不吵不闹 性格还挺温柔 反正不论是谁 在他眼里 都比凯莉要好嘛 黑长直已经离过两次婚了 他对于感情也很谨慎 但是他又从约瑟身上 燃起了希望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 自己能和约瑟 建立更深的联系 小朋克追人的技巧 还是小年轻的那一套 现在又非得拉着分解 跟他一起躺吊床 他们俩摇的是挺开心的 然而小黑 马上就要抵达现场 修罗场又要开门了 要不是这吊床太小 小黑都想挤进去 跟他们一起晃 分解还笑着跟小黑说 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小朋克也说 只是朋友 但是谁家朋友 这么没有边界感 小黑的心态也要崩了 于是他又拉着分解 单独谈心 说来说去 就是想让他 跟小朋克划清界限 然后他还跟分解打赌 让他早上五点起来 跟自己去看日出 如果起不来 那就要24小时 不和小朋克见面 分解感觉 小黑给了自己压力 现在已经开始左右为难了 凯莉还是对比利的尺寸念念不忘 现在逮着机会 就立马把他拽进了房间里 那么问题来了 你要是进的是自己房间 这也没啥 现在跑去宝拉和约瑟的房间里 泡鸳鸯浴 又是大回事啊 姐姐 你是真不怕被撞击啊 凯莉到了这时候 也是完全不矜持了 一进浴缸 就朝着比利扑了过去 请内叫一个昏天黑地 难舍难分 不过 这露天浴缸 还是太冷了 比利又把凯莉 带到了自己房间 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办正事了 好巧不巧的 小黑刚好从房间外路过 他们还在浴室里接吻呢 小黑跑去告诉了比利的妈妈芬姐 芬姐立马想闯进去桌间 你泡我儿子就算了 现在还要在我的套间呢什么 你是不是有点离谱了 小黑在后面拦都没能拦住 芬姐直接冲进了房间里 对着凯莉就是一顿输出 你自己没房间吗 在我的桑纳房里干啥呢 凯莉完全不觉得尴尬 反而认为芬姐根本拦不住 她跟比利的感情升温 你不让我们一起泡澡是吧 那我们今晚就睡一张床 看你这下怎么拦我 芬姐对于小黑跟她打的那个赌 也有了叛逆心理 你不让我和小蹦克接触是吧 我就是偏要接触 来小蹦克 今晚就让你来试解 两张床上咱们躺四个人 母子俩都别闲着 然而 预想中的浪漫同床并没有到来 凯莉睡着之后就开始打呼噜 房间里其他三位都被她吵得睡不着觉 最后比利只能选择把小朋克挤走 然后自己去妈妈那张床上睡了 这又是什么神展开啊 我真是救不活了 第二天五点 芬姐当然没能起得来床 凯莉这一个呼噜打得真是一箭双雕 一下混了两对CP啊 新的一天又有一对新的母子加入了录制 接下来竟然还有个环节 是让妈妈们在水果上展示潜性技巧 这种画面也是我可以免费看到的嘛 想看下期 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我 这是个新东西 我也会尽量和官方同步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